我從這邊看過去 好像花色比較鮮豔一點 對 它的都是那種螢光黃 然後藍這樣子 很多都很像妳的 妳會穿的衣服耶 是嗎 我不太穿那種 不流行的耶 每一件米色 明明就是寫妳名字啊 這個 哪有 這也要穿出耶 這我根本不可能會穿 那在亞蘭穿這件嗎 穿這件好看 前面黃色 我覺得那個也是亞蘭會穿的啊 這件我覺得亞蘭會穿的 這件還可以接受 後面哪一套妳最受不了 我覺得... 應該沒有啦 請問問我看那個 黑白點點的裙子好不好 對啊 應該還OK 這種我就比較不能接受了 這種穿起來腿很短耶 可是它上面要配什麼 上面沒有上衣耶 因為我怕不太穿上衣 有一陣紅色的沒有看到 對啦 這裡啦 愛情 愛情啦 沒有... 等一下就直接這樣啦 阿姨 妳穿這一套 妳需不需要配外套 對 出氣要啦 平常妳敢直接這樣穿嗎 沒有 怎麼都敢 她熱鬥 她把外套脫掉了耶 直接套我這樣 亞蘭 那個麻煩到罐頭裡面去換一下 好醜喔 我都好 看妳要扶好她好好小心 熊佳節跟李羅吵架的時候 岳母是站在李羅那邊 有一次是妳已經氣到妳帶了小孩 直接回台中 然後媽媽在罵妳一頓 然後再把全部都帶到台北來找妳 對啊 就那一次是... 那是過年嗎 還是... 對 是過年 然後李羅做了什麼事 那一天其實我們就是跟親戚 還有我妹妹約在台中 然後我們要吃... 中午有訂餐廳要在台中吃飯 然後早上的時候 因為要從台北下去 然後又怕過年會塞車 所以我們約好說7點從台北出發 然後我們6點多就要起來嘛 結果我自己調鬧鐘呢 我就把它按掉了 按掉了以後 我跳起來的時候已經9點了 然後因為動作很大 有吵醒她 然後我就想說完蛋了 9點了 慘了 遲到了這樣子 我就做了這樣一個動作 然後她就看著我 她可以看一下手錶 然後她很淡定這樣 她說 然後我聽到這句話 然後我就簡直就是... 所以李羅其實不想去對不對 我就覺得說... 沒有 我只是說 因為我們遇到事情就是解決嘛 那是解決 你是逃避 OK 這樣還要去就不去啊 我答應的事情我就一定會做 OK 我不會閃的 這有什麼好閃的 家人妳要閃哪裡去 過年回娘家這件事 其實對女兒來講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我的心裡 我是就是馬上冒火起來 然後我就開始收行李 而且很多女婿都很不情願 沒有 她還好 她就每一年都回去 可是那一年就是 因為她講了這句話的時候 我那時候突然無名火起來 然後我就趕快收行李 收完以後呢 她還在睡 收完以後 我就去叫小朋友看她 她到底在幹嘛 結果她還在床上 她沒有睡 她起來了 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子我們會遲到多久 所以我就... 真的就把她丟在台北了 那你走的時候她有攔妳嗎 她有攔我啊 因為她車上買了很多就是伴手禮啊 就是一整個後車廂都行 我都已經準備好所有東西 我怎麼可能不去呢 所以我就不懂啊 突然就乒乓乓乓乓走了 走 所以妳這樣知道她在去什麼 我不知道啊 這本來就應該要去的事情嘛 只是說我們到底要晚一點出發 還是年輕出發是怎麼樣的東西 就是只是聯絡 然後確定 然後就決定 我覺得前面一定有別的事情 後來有一通電話是小饅頭打的 小孩打的 我就問她 我說爸爸呢 爸爸沒來 我一聽啊 那我們家的人都已經... 房間都已經訂好了嘛 住民宿 訂好了 路程也是差不多 那個時間會到 見到面的時候我就問家姐 我說出來玩有什麼關係呢 妳就等她一下嘛 不要那麼急 反正出來玩很輕鬆啊 我說我們都很少跟女婿一起出來玩 所以媽媽反而怪妳不得老公 因為可能是有拉了布條 歡迎女婿 然後要吃飯簽名會 不會 我媽沿路啊 她都覺得玩得不開心 她都一直叫我打電話給李羅 她說這個過年啊 到處的店都沒開 她怎麼吃飯啊 妳趕快問她 妳這樣都沒有照顧先生什麼的 她就一直打... 就是叫我一直打電話 我說我現在在生氣 沒有辦法打電話 她就自己打電話給我老公 當天衝出家門去 然後妳就算了 不是 我是覺得太不懂事 所以妳在賭氣 妳不是應該立刻就開車追著她嗎 有啦 她有... 她有趕快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我們到那個車子後面 把那個後車廂 要送給妳爸爸媽媽的禮物 通通搬到妳的車上去 就把那個禮物搬到我車上去 就是兩個人趕上 她覺得太太不懂事了 她就是 太太後來有被妳罵嗎 她今天來這邊才說出真心話 因為她在家不敢罵我 妳說她到現在才說出來嗎 她不敢說我不懂事這件事 其實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對的 可是永遠是我在...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對這種話 什麼事都是你對 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什麼事情都是我錯啊 什麼事情都是我錯 其實永遠事情是我對的 真的嗎 本來就這樣 還不然日子怎麼過呢 沒有 熊佳琪她講的是真的嗎 都是她對嗎 她如果說全部都是她對的話 那就真的... 真的就是不早的感覺 百分之九一級啦 對... 如果我對亞蘭這樣講 亞蘭應該會火冒生長 影片來換好了 我們看一下 曾亞蘭妳好了嗎 哈囉 亞蘭媽媽年輕時 在穿衣的風格上 真的是非常有個性 不管是套裝還是長裙 都可以傳出不一樣的味道 今天這樣蘭要來挑戰 穿上媽媽當年的服裝 可以傳出自己的感覺嗎 老公侯昌明又會怎麼看呢 歡迎亞蘭 歡迎亞蘭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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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是誰的 妳很OK耶 妳完全沒問題啊 我覺得都很好 很好看 而且裙子我從來不穿這麼長的耶 但是好看耶 真的喔 不錯看... 這樣就送妳好了 妳好嗎 妳的衣服 我的衣服啦 不然就是我媽都應該 沒有啦 妳媽比皮類比妳好 是嗎 因為這套比妳該穿的那套 好看很多啊 真的假的 我沒有想到 它有一點那種西班牙的味道 真的喔 對啊 因為我還把它塞到裡面去 妳有別嗎 沒有...完全沒有 真的好合喔 這根本就不是我媽的尺寸 阿姨妳穿得... 我腰小 我腰小 可能啦 腰小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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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小聽不懂 我還有... 我要媽來說 以為我要穿了 我還有試穿 為什麼現在這麼貼亞蘭的身材 對啊... 我媽... 她應該穿不下 因為... 我的褲子沒有穿剛剛好耶 對... 阿姨有試穿啊 阿姨 妳敢不敢去試穿這一件 敢啊 萬一穿不下怎麼辦 會啦 我來有... 她說她來的時候有穿過 好啦 讓媽媽去穿一下喔 真的假的 我穿在下水間喔 假的妳要換剛剛那件 米色的那件 換米色的 對 妳陪媽媽一起去後面穿 OK 來 小心喔... 媽媽說她來之前試穿過耶 對啊 我也覺得很訝異耶 因為我覺得她這個要不可能耶 會不會記錯健康 我不知道 或者是鬆緊 怎麼你穿那麼好彈性腹 但彈性腹腰這邊 也不可能彈到那樣啊 那就圓點間變大顆一點嘛 對... 紗裙子的腰是沒有鬆緊的耶 對啊 她那麼有把握 她等一下會穿得出來 沒有 剛剛妳應該要先恐嚇她說 如果我穿不下去 待會兒要罰她錢 她就剉起來 揭曉秘密的時刻到了 妳認為那個裙子她穿不上去 她應該成功了耶 要不然她現在就會裸體出來 她可能會拉一半 會用手在後面穿 是不是 好 許媽麻煩 好 歡迎兩位喔 來喔 各位看 她穿上去耶 真的穿得下耶 穿得下 裙子有拉到最上面嗎 她裙子穿得比較高 比我高 穿高腰的啦 但我媽穿起來很不舒服耶 不會啦 阿姨妳裙子很憋耶 很憋 可是人家穿上去 我不喜歡穿寬寬的 穿上去啦 所以她的訣竅是這樣 就是她把它拎高一點 到最...到腰最細的地方 對... 然後她的拉鍊頂端 有一點點這樣開一點 所以如果最細的地方是在頸部 她就會拉到頸部 很難過啊 可是上衣也成功啊 對啊 可是這個上衣怎麼... 穿在兩個人身上 味道完全不同 年紀的觀念嘛 真的 就跟妳說 妳太太以後到這個年紀 穿起來就這樣 對啊 OK 那個不一樣嗎 好像是不一樣耶 媽媽穿起來很瘋 妳穿這套很精采 我開心耶 對啊 我比較有弱 這一套就是我媽的 這個殺傷力比較大 對 因為這個就是很寬鬆 這個就是... 妳一看得到它是屬於 某一個品味的衣服 可是妳OK啦 真的喔 這件熊佳傑穿也OK啊 佳傑穿應該沒有 佳傑那邊有些厲害的衣服 因為佳傑媽媽帶了一些 很華麗的衣服 是... 好 那個恭喜妳過關了 請坐 謝謝 熊佳傑要換穿媽媽服裝 小衛生當場想鳳茶 好 我們來請佳傑 這個真的很厲害 可是我心裡在想法 我說不出來 很厲害啊 沒有 我覺得 有一種布袋系的感覺 所以你們如果 如果我創意風格是這樣的話 你還是要把他 你跟我媽說都是說很好看喔 我幾乎要給你奉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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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